大家各位好 请大家有心理准备 尤其是胆小的 不要尿裤子 开车的 把车停下来 听今天的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 娱乐性不强 信息量很大 所以要有思想准备 因为这牵涉到 整个全人类的未来 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从现在开始的生活 它将改变世界 OK 今天的题目叫病毒 也就是这个冠状病毒 是中美杂种 OK 或者说美中杂种 是美中核子的 记得我以前的视频 反反复复讲 这个病毒的来源不重要 很多人就反驳我 怎么不重要 这个太重要了 一定要抓住元凶 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为什么不重要呢 这个不重要的意思是 你们不会知道真相 真正的真相是很难出来的 但是如果真相真的出来了 就很可怕 为什么 那就是 谁是原创 谁是改编 或者说 谁是原罪 谁是帮凶的问题 我反反复复讲过 真相真的出来了 中美都脱不了干系 OK 谁也脱不了干系 在一个船上 关于这个阴谋论呢 我在最早的视频里面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说愿意跟大家打一个赌 OK 这个视频呢 其实我已经做好了 交给了奔驰老师 当时奔驰老师看了非常惊讶 他说你怎么会想出这样的 这简直是不可能 不可思议 我说你把那个视频留在那里 OK 我说慢慢的 真实 或者是五年十年 出来以后 你才把我的视频翻出来看 结果没有五年到十年 现在真相 已经就基本出来了 而且跟我讲的 90%是一致的 厉害不厉害 90%就应该差不多了 那么病毒是从哪里来的 病毒是中美合作做成的 OK 那么今天我的视频呢 所有的内容都不是我本人的意见 或者我本人的推理 今天我的视频 不代表我的观点 所以你们要争论 跟这些原来的作家 跟原始资料的提供者去争论 不要跟九个争论 九个今天仅仅是作为一个媒体人 把别人的研究结果 调查结果公布出来 给大家做一个传声筒的作用而已 OK 大家记住了啊 那么冠状病毒是美国与中国 是政府方面哦 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合作的杂种 OK 这个料是谁爆的 这个是前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直儿子 也就是他的兄弟的儿子 叫罗伯特肯尼迪 是他爆的料 那么我现在把他的文章给大家看一下 希望大家看得见 这位先生就是罗伯特先生 是这个肯尼迪的直儿子 他的大标题就是美国出资370万 给武汉这个实验室 那么同时我也有另外一位科学家的调查研究 我会把他的视频在最后放给大家听一听 当然他的这个演讲很长 我只放一点点 这两个原始资料 有朋友有兴趣的 请你们资助我们50美金 OK 我们频道现在有困难 资助我们50美金 我们会把这两个原始资料 发给你们 让你们得到一手的资料 而且通过他们还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料 OK 但是注意一定请援助我们 现在我开始念一下 这个肯尼迪的直儿 他的文章 他引用了每日邮报的报导 报导说 他已经发现了文件 显示安东尼福奇博士的 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他的简称叫NIAID 向冠状病毒泄露检查中心的武汉实验室的科学家提供了370万美金 据英国报导 联邦政府资助了对蝙蝠的实验 据信该蝙蝠是病毒源的发源地 也就是说最开始 美国的联邦政府出了370万美金 给武汉的实验室 做什么实验 做蝙蝠的病毒实验 OK 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背景是 在2002年到2003年 SARS冠状病毒爆发后 迪克利特堡生物武器研究室的美国军事病毒学家 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简称HIH科学家们合作 目的是通过研究甲科从类病毒的演变 来预防未来的冠状病毒爆发 蝙蝠在人体组织中产生的强毒菌 这些努力包括功能获得研究 及病毒加速进化 以创建COVID大流行超级细菌 COVID就是这个冠状病毒 增强了蝙蝠传播的COVID的突变体 使其比野生COVID更具致命性和传播性 比较难懂 我把这个解释一下 它第一段是讲了 就是说美国联邦政府 拨给了中国的武汉实验室 370万美金 拨这个美金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研究蝙蝠的病毒 OK 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呢 是因为2002年到2003年 爆发了SARS 然后呢 这个美国的 然后呢 美国的生物武器研究室 和这个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室的科学家合作 通过这个夹科从类的病毒 就是说 合作 他们合作在研究什么呢 他们就研究 把这个自然的病毒 用人工的方法 加速它的演变 并容易从动物 传染到人 使它的致命性 传播性更强 也就是说 他们把自然里面的一个病毒 拿出来 人为的 把它变得 变得更快 传染力更强 更加致命 就把那些自然的毒啊 把它扩大 这是他们的研究啊 他们为什么研究这个 我们不知道啊 就是为什么 以前有些科学家讲 这个不可能是自然的病毒 因为自然的病毒 从动物到人的传播 可能需要几万年的时间 但是他的研究 就是把它从短期内 可以从动物传染到人 而且传染速度更快 变异更快 致命 致死力更高 OK 这是他们的研究 就是把 讲穿了 就是把一个自然的病毒 变成杀手 OK 注意了啊 刚才我讲的这个研究 不是在武汉进行 而是在美国的生物武器研究室 美国军队的 和这个美国国立卫生机构 他们在研究 在哪里呢 在Detrick Ford Detrick Ford Detrick 就是 台系的那个艾尔格子的那个意大利后裔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卫生部的部长应该就是啊 就是Ford Detrick 就是这个人 他是全世界人民的杀手 他是人类的杀手 OK 现在知道了 Ford Detrick 是不是个好人 你们去判断 他制造了这个病毒 OK Ford Detrick 研究 镇进了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他们抱怨说 据纽约时报 2017年 注意啊 这是2017年啊 12月的一篇文章 所续 这些研究人员冒着制造出可以逃脱实验时并引发大流行病的怪物细菌的风险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科中心的Mark Lipstick 博士告诉纽约时报啊 Ford Detrick博士的NIAID实验 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科学知识 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提高我们对大流行的预防能力 有引发一大大流行的风险 OK 这一段听听懂没有 这一段就是这个当这个研究啊 让这些科学家们知道以后 哗然科学家们非常的震惊 其中有一位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科中心的一位博士 他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 这个Ford Detrick博士的他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这个研究 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知识 但是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防范的措施 就是我们怎么预防他 我们怎么对付他 不知道 而且这个呢 很可能会发生意外的大流行 这个风险很大 他都明明确确提出来的 他说你研究这个东西啊 我们知道了啊 原来你在研究这个东西 但是你研究了这个东西干什么 你没有给我们任何防范的措施 你既然要研究这个病毒 要发展这个病毒 我们想当然的是说啊 你是为了保护人类 那你在同时就应该制造疫苗了 啊 想到对付的方法了 他没有任何对付的方法 而且呢 这种大 而且呢 这种泄露已经大流行的这种可能性 的风险是很高的 2017年哦 2017年12月份讲的清清楚楚哦 下面这一段很重要啊 2014年10月在一系列联邦实验室不幸错过了释放这种致命工程病毒的不幸事件之后 奥巴马总统下令停止为夫妻进行危险实验的所有联邦资金 这两天啊 在这个网络上开始流传啊 尤其是这个反共的这些 呃 这些这些外宣啊 就说是奥巴马支持了这个研究啊 不是的 是奥巴马在运的时间 最开始是给武汉的研究室给了370万美金的资助 资助干什么呢 资助研究这个冠状病毒 研究这个SARS病毒啊 但是呢 后来的这个把这个冠状病毒 把这个SARS病毒快速演变 传播去更强 SARS能力更强的这个研究呢 不是在武汉 而是在美国的生化武器研究室 而是在美国的生化武器实验室在进行 但是呢 2014年啊 差一点点流露出来以后 奥巴马觉得这个事情不对 所以奥巴马就果断断了所有 这个美国研究室的这个研究的金元 不给你钱了 就是我们联邦不让你实验这个东西 啊 所以说奥巴马总统的政府最开始资助武汉的370万美金 并不是研究这个东西 而是研究冠状病毒啊 是这个SARS病毒 而让SARS病毒发展变异 可以从动物传人 而且速度加快 而且致命性强的这个研究不是在武汉 而是在美国进行的 OK 现在明白了吗 而且奥巴马一发现有这个危险的话 奥巴马立刻停止了对这个研究的经济资助 接下来的话 最最重要啊 把耳朵 把耳朵 把耳朵淘干净啊 最最重要 NIAID 就是福奇的这什么什么组织啊 资助功能研究 在武汉实验室暂停后 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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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也就是说 这个把SARS病毒 变成更厉害的冠状病毒 而且可以从动物传到人 而且这个变异 突变 非常的快 而且致命性很强的这个研究 是福奇博士 把美国的这个研究 拿到了武汉实验室 继续研究 而且是福奇博士继续给钱 最后一句就是 国会需要对NIAID 在中国的耳朵剧展开调查 现在美国展开调查 什么调查 调查福奇 出资 把这个研究拿到武汉去 干了些什么勾当 他们要调查这个事情 OK 那么我用口述的方式 简简单单的 程序一下 是这个肯尼迪 前总统的侄儿 的罗伯特 肯尼迪 俊里亚他的这个文章 他的内容 他的内容分几段 第一段 就是讲 这个福奇的这个研究机构 曾经在奥巴马执政的政府时代 从政府那里申请到了370万美金 资助了这个武汉的 P4实验室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个资助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背景是因为2002年到2003年 在中国爆发的SARS 所以美国只做中国去研究SARS病毒 是怎么回事 而福奇的研究机构 它有两个机构 一个是叫美国过敏跟传染病研究室 另外一个是叫国立卫生研究室 它有两个 福奇都是这两个组织的老板 他们在美国军方的生物武器的研究所 底特里克堡这个研究所 合作做什么研究呢 这跟武汉 另外一回事 至少是我这么理解 是美国在单独研究什么 单独研究 把这个SARS这个病毒 把它变成一个更强的武器 那就是 第一可以从动物传人 第二它的变异非常的快 突变 第三它致命性更高 传染性更强 要变成一个这样的东西 至于它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呢 后面的美国的科学家提出疑问 他们不知道 你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福奇博士一直就没有解释 我要研究这种东西 干什么 是为了预防 还是什么 最后的这个豪佛大学的一位博士提出来的疑问就是 你做了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我们知道一点常识 一点知识 但是你没有任何预防 你没有任何对策 那你做了干什么呢 而且这个东西的风险非常的大 它一漏出去 造成大流行的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 他说那你做了这个东西干什么呢 你不是在毁灭人类吗 那么2014年10月份呢 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研究室 好几次差一点泄露出来 这个太危险了 奥巴马知道以后 这个东西不能搞 所以奥巴马说 我们停止对你们的所有的经济资助 因为什么 美国的政府 它是没有权利去干涉任何研究室 做任何实验的 但是我可以断你的钱 我不给钱给你了 所以奥巴马从技术上 应该在这个问题上 是态度是明朗的 它是没有犯错误的 所以现在把这个370万美金 把这个实验 这个锅摘在奥巴马的头上 是不合适 不公平的 OK 是这样的 那么大家就要问了 那么这个病毒怎么办 下面这个老人家 已经80多岁了 是一位科学家 他找到了一篇 2015年的科学家的文章 证明美国跟中国的科学家 在合作 在做这个病毒 他找到了很多文献 他有一篇讲话 按照他讲话的意思 就是我们人类 从现在开始 基本上没有办法再摆脱这个病毒 请你们不要尿裤子 就是说不是你灌三个月五个月 封城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因为这个病毒的变异太快了 它聚变突变 它的变异性非常非常的强 它的传染性非常非常的强 那就是说 你觉得制造疫苗有用了吗 就是人类不可能制造疫苗 因为人类的疫苗 你跟不上它的变化的速度 等你的疫苗成功以后 它已经是变异多少代了 就已经就太旧了 任何国家将来制造出来的疫苗 都会对那个时候流行的这个病毒 没有用 就是说没得治 没有疫苗 OK 那么这个病毒会不会像流感一样 就慢慢就自己消除了呢 自己死亡了呢 按照理论上说 也不会 它只会越来越扩展 它只会越来越发展 越来越快 也就是说 全人类 从理论上没有人能够幸免 这就是我很早以前讲过的 台湾的问题 台湾觉得保护得很好 我说你们争取的只是时间 一定会有一天 在台湾会爆发 一定会来到台湾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这个台湾的军券 好像出问题了 现在又是怎么怎么 多少万人又要怎么样了 其实真的 这个病毒一定来的 但是来的时候 可能是另外一个形状 因为这个病毒的变异 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这是福奇博士 向这个川普总统 讲到的厉害的时候 川普总统好像听不懂 那就是流感嘛 没问题嘛 所以福奇只摇头 你根本不知道脑子的厉害 脑子可以毁灭人类 所以现在让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人类从现在开始 自从这个潘多拉母核 已经打开以后 再也关不上 我们的人类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永远 都会跟这个冠状病毒共存 最后的可能就是 我们不断的习惯它 我们的身体不断的习惯它 使它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有这个抵抗能力 而且这个病毒很有意思 它真的只锁定特定的人群 年纪大的 身体不好的 有其他病的 脑弱病肠 穷 就对待这些人 所以 关于这个 跟这个比尔盖茨的关系 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今天就不讲 那么我们通过美国前总统 肯尼迪的职尔的爆料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病毒 是从SARS开始 美国支援了武汉的实验室 370万美金去研究SARS病毒 而美国的生化武器 军方的生化武器研究时 再把它变成一种生化武器 而奥巴马知道了 这个事情以后 就禁止了 断了他的资金 那么怎么办呢 美国会很贵吗 那么福奇博士 把整个这个研究 拿到了中国 由他出钱 给中国继续进行这个研究 也就是说 最后的成果 是在武汉完成的 换言之 换言之 冠状病毒是美中 解核的杂种 OK 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 那么至于这个毒 是泄露出来的 还是放出来的 有很多网友提出来 说美国政府 不会那么邪恶啊 不会放出来 去毒害他们自己的人民啊 那么 美国政府 是否放毒 去毒害他们自己的人民 这个话题 我明天给大家讲 而且我跟大家提供 一些视频 来证明 美国政府 不是一次 不是两次 不是一百次 不是两百次 而是两百三十九次 用了他的生化 对付他们的人民 OK 这个话题 明天再讲 好 人类 进入多世之秋 每个人都保住 自己的生命 都靠 都要 就是祈祷自己的抵抗力 祈祷自己的身体 OK 能够扛过去 让我们祈祷吧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 每天 都能看到健康的九哥 跟九哥一起 健康地活下去 这就是 Dr. Peter Bregan 我一个医生 很医生 很医生 我一个医生 And I've been 做的 做了 每个六十年 和哦 和红十十年 和红十年的 本来十年 創作者 这带我去关注的关注在武汉疫苗 今天是16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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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以知识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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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